美西文有点多巨精魁神 听我说马刺和太阳的二番战 那杜兰特再次被斑马拿下呀 就算布克复出了那也没好使 那这场斑马呀那太猛了 全场包含了38分10个篮板 那多次用杜兰特的方式打击杜兰特 尤其来最后的关键时刻 连得10分直接统治比赛 那斑马就用5场比赛 就展现出了史诗级的身体天赋啊 斑马也不用等未来了 那现在就是他的未来呀 反观太阳这边呢 那多兰特不克和谈59分 已经是发挥到极致了 但是多兰特呀 看到更年轻的自己 不得不承认 那自己确实老了 那这场太阳还是输在防守上 尤其是努尔基奇这点 那完全被马刺给针对了 上他不行 那不上他还不行 太阳的内线还是需要进行补强 另外还有这个比尔啊 那太阳把他整来一场没打 天天就跟场面当观众啊 如果说比尔呢要再不打 那太阳就得七场无理由退货了 七五人这边那也战胜了猛龙 那现在七五人没有登哥了 恩彼得完全就是后卫打法啊 全场包含了34分8助攻9篮板 恩彼得打高端就不行了 但是只要他能把这个地板擦正亮啊 那虐菜还是有一手的 那至于小老弟马克西呢 也是肉眼可见的进步 全场拿了34分7个助攻 已经填补了登哥的空穴 那这个赛季不出意外啊 马克西很有希望拿下 那最快进步球员奖 提湖这边那也战胜了活塞 你像英哥啊胖虎啊那都没上 提湖可以说用一条残阵 把活塞队给拿下了 提湖每年开赛啊 那整个都凹猛了 但一到后期那就完了 那现在还没等到后期呢 那胖虎啊就已经开始轮修了 篮网拉拉队那也知道了 他上个赛季与多名篮网主力球员 进行过身体抵抗 那注意啊 这块给兄弟们也画个重点 一个是多名 另一个是主力 这很可能就是几个主力啊 进行拼单了 篮网的心盒 那布里奇斯也第一时间跳出来澄清 他说啊 那时候我还在太阳呢 这不是我啊 跟我一点关系没有哦 那上个赛季篮网主力啊 那就这么几个人 首先就得排除欧文 欧文和媳妇关系非常好 而且这些年 那文的这方面那也没啥绯闻 但是这里面嫌疑最大的 那就可能是杜兰特和西蒙斯了 本身他俩就愿意整点情二啥的 而且他俩还是单身狗 所以说有很大的作案嫌疑 如果说真是他俩 那杜兰特和西温 那也是属于在同一个战壕里 战斗过的兄弟了